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被曝女心理师买播放量 数据来源不真实,网友晒播放记录 女心理师11月23日,在优酷全网独播 此剧之前是定在芒果台播出的,但官宣时居然是优酷网播 至于其中的原因不得而知 不管是网播还是芒果台播,当时都备受大家的期待 可在11月29日,由网友爆出女心理师播放量一天过发意 素引全网争议 女心理师由杨子主演 因为儿时的心结一直走不出来,导致梦游症 最后通过心理咨询,走出心理阴霾 重新找回自己,享受生活的感人故事 从情节上来看,这部剧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可这播放量却让网友们质疑了 早上10点才2.4亿的播放量,到晚上8点左右就突破10亿了 这是个什么概念,难道中国有这么多闲人都不用工作的吗? 还是工作时间可以上优酷? 对于这样的播放量,网上一下就炸开了锅 马上就由网友爆料女心理师买播放量 还晒出相关的播放记录,还说粗口称死都不会看这部剧了 下载优酷只是为了看柯南 压根就没有打开过女心理师,可后台却自行播放了 此网友吐槽后,评论区的留言让人大吃一惊 原来不止他一人被强迫了 还有一网友留言称自己的闺蜜观看至55%就退出登陆了 现在网友都在怀疑是不是打开优酷就等于女心理师就有了播放量 一部好的作品,大家都会追,有的人甚至为了追剧不吃不喝不睡 可由网友爆料,他根本没空看剧 可优酷后台居然自行播了女心理师,还表示被难受到了 这是审马操作呢?被买播放量了? 其实大部分网友透露的都是在同一时间 也就是11月28日至11月29日,上10亿的播放量原来是这样来的 难免会引起网上的大骂,很多网友还表示要删除优酷APP 其实一部好的作品不怕没有播放量,为何要造假来恶心人呢? 就因为微博之夜的投票,所有人的都停止了,可杨子的还在涨 于是网友就直呼杨子为八亿解 其实杨子还被人叫做过水猴子,是因为一夜追平600瓦 不少网友直接把女心理师改为了女注假师 虽然有网友说杨子的脸是假的,数据是假的,评分是假的,播放量是假 杨子的粉丝可就不认同,认为是有人故意黑杨子 还反问,他们的播放量是从哪里来的? 优酷都说没有地方看,你们又是怎么的来的呢? 还直接喊话收了多少钱黑杨子 轻者自轻,杨子对此事未做任何回应,想要知道女心理师值不值一时一波放量 大家一起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?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,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,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,谢谢大家